这根本是买到墨鱼牛仔裤了吧 知识新竹市有个男子日前在脸书上po文 他说自己在市区的服饰店 买到了一件严重吞涩的牛仔裤 泡水泡了十几次 甚至加了白醋浸泡都没用 更夸张的是 牛仔裤被雨淋湿之后 他的两条腿全被染黑了 夸张的画面也引发了网友讨论 但也有人说中国制造的并不意外 牛仔裤泡在水里居然像墨鱼吐之 整个脸盆瞬间染黑 不止裤子主人很无奈 民众也看傻眼 这样的非常夸张 可以退货的话 一定是隔天马上就拿去退货 非常的夸张 大家都知道应该是大陆来的 新竹这名男子日前把这件 怎么洗都洗不干净的墨鱼牛仔裤 po到脸书社团 更表示最近下大雨 穿这条裤子出门 两只脚全被染黑 实地前往贩卖这条牛仔裤的店家 店员只说 平标签退货 影片po上网也引发网友讨论 有人就说中国制造并不意外 也有人劝告男子 为了健康赶快丢掉 不要再穿了 记者新竹综合报道